注意那种生人无尽 一口上头啊 这个阿祖顶满了 就是你比较熟知的香菜 它应该是比较火爆的性格 对啊 难道还有 温柔的性格 它哪个菜好像不是特别典型的香菜啊 这是羊肉 不是 拆骨肉 哦 蘸汁吃的 看着不辣 吃到嘴里边 吃点辣 吃汗 您这是戳汗真是吃菜吃的 是 一见你有点激动 确实 这桌上摆的 跟咱们印象里的湖南菜不一样 不过您再进店里瞧一瞧 我觉得这才有点香菜的感觉 是不是 蒙口那大哥估计之前吃过别的菜 今天晃晃画样 看着不太对的颜色 一清无康这一桌就对了 换包蛋拆骨肉 然后白辣椒炒肉 就是你喝酒也行 吃饭也行 切得这么碎一看就是专门拌饭用 对 饭没啥 人家就是按碗吃 这直接剩一锅 对 一锅才十块钱 您认识几碗了 他吃三碗了 三碗 您认识喝四个手术走起 太香了 没啥是太香了 太了解 喜欢吃辣的 剁椒鱼头 最爽辣 哇 这样非常素 这没吃看着它都在出汗 这么多的这个剁椒在鱼头 我说怎么样 对你来说重吗这个 我感觉比较重 看见鱼以辣的为主 辣的好吃一些 你看这个料多足 我看您吃的还行 面不感色的 我喜欢吃辣 你看我吃了多少鱼 活儿重是吧 我吃了这个还得配着这个辣椒 几乎每家香菜馆 都会把剁椒鱼头作为招牌 毕竟最能体现当地口味的 就是这道菜了 满满一大盘 全是红彤彤的剁椒 连鱼头里都被塞满了泡椒 这光看着就让人冒汗了吧 它这个咸蛋黄 咸蛋黄 炒钱 今天晚上来他家 这个菜是必点菜 这是一点辣椒都没有的 没有没有 它这咸蛋黄上面就是薄薄的一层 是吧 挂了一层香 吃到嘴里面有那个咸蛋黄沙沙的口味 有有有 然后他不吃辣椒 弄了一个芋头蒸苔骨 蒸苔骨 今天吃两碗 还是不错的 那是说明他家是真下饭 连不带辣椒的菜都下饭 比较不能吃辣的 这有个恒烧肉也挺好吃的 还有它有肉丸汤 我们去别的家外馆都是臭鲑鱼 这是比较经典的香菜 但是他这就没有这个菜的 他这比较我感觉是新派的香菜 今天导演让我感受一下 他们家这个香菜的两面性 我发现这个一点不带辣椒的菜 它有 但不多 推荐比较多的就是他们家这个 咸蛋黄炒茄子 我桌上唯一一个不带辣椒的 先尝尝这个 咸蛋黄茄子 他这应该是炒完蛋黄之后 把茄子倒进去稍微翻炒一下 挖一层薄薄的咸蛋黄 虽然是咸蛋黄 我以为它这个口味会稍微偏咸口一些 白口吃一点都不咸 能感觉到这咸蛋黄沙沙的口感 吃到里面的茄子就那种 特别软特别滑的那口感 这个不能用筷子吃的一道菜 特别碎 菜梗炒这个油渣 油渣就是咱说炒那个猪油 把它炒干啊 还没有完全干 这个油渣单吃特别香 一点都不腻 我这辣度 单吃我有点受不了 我觉得这还是确实得配着饭吃啊 来尝尝这个炸蛋 油香油香的 这道菜是油烧烧有点大 毕竟是要炸这个鸡蛋 它是炸完之后再去炒 再碰上这辣椒一炒 哇这这道菜太下饭了 刺激的要来了 这道菜从卖上来看 就是你的肉 生人无尽 生人无尽 不能吃辣椒的人 不要靠近它 不要靠近它 鱼头占了一半 剩下一半全是这个辣椒啊 有一说一 这你单纹 那个辣椒那个冲劲 都能纹出来 哇这这辣度 顶满了 顶满了 它家这个确实特别汗 而且是口味没法选啊 一口上头啊 一口上头啊 直倒添淋盖 别看就是这么一道 辣椒多到害怕的剁椒鱼头 每天它可是限量的 想吃它得趁早点 不过如果您会能吃辣 还是别尝试了 这个菜确实辣度包表 这里菜品 整体价位不算贵 属于家常菜的价格 但是做的水平 还是很在线的 基本上每一道菜 都很下饭 强烈推荐一下 这里的桂花豆腐花 吃完辣的 吃一口这个 简直是解辣神迹